材料,无根香毛正二沥青苹果,全部切块 做法 一加水盖过材料 二用小火煮到苹果变软,可以用slow cooker从晚上煮到隔天早上 三然后喝着香茅青苹果茶,不要添加任何东西哦 一天一次,有助膝盖软骨健康 香茅草的作用,香茅草在医学领域的用途很广泛 如当作止痛药治疗肌肉紧张和静卵,蚊虫叮咬的消炎药 并且是一种治疗不同皮肤疾病的抗菌和抗真菌疗法等 这种草药还能调节消化,缓解发烧和头痛,以及减轻咳嗽 此外,还有人说它能帮助减轻抑郁症状,并且有改善情绪作用 香茅的新鲜叶片也可以用于煮水,摄入后能缓解胃胀气,便秘和腹泻等消化系统不适 发烧病人也可以喝一些香茅草诱导出汗并帮助身体冷却 其他可以喝香茅草泡水缓解的疾病包括感冒、流感、呕吐和高血压等 香茅草茶也被认为能帮助排除体内毒素 另外分享膝盖保健方法 既无需吃药,又不用打针 很多人饱受膝关节疼痛折磨甚至影响到日常生活 关节嘎巴嘎巴响的人,腿疼的人,上下楼腿疼,膝盖疼,有骨刺,O型腿的 为什么会有膝盖问题? 膝关节冷,上下楼梯疼,软弱无力等,这都是常见的膝关节问题 一,年龄问题 膝盖就像是笋卯结构一样,笋卯用久了会不合套 关节用了十几年的膝关节出问题也是正常 二,膝关节这地方血管很少,它受损一般都是磨损,干涩导致的,不会淤血 所以内服药物很难解决问题 综上所述 膝关节出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都要给有效的刺激,才能康复 教您一个方法,今天开始记住,膝关节干涩的时候给膝关节注润滑液,每天二到三分钟,每天做下面这个运动,就是给膝关节注入润滑液,膝盖问题就能一次解决 每天十分钟练习,静蹲,让膝盖年轻十岁 静蹲是医生在临床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一种极其适合普通人群,尤其是老年人的锻炼方法 主要是锻炼骨四头肌肌肉力量,同时又不伤膝盖 不但可以治病,也是平时运动不多的人提高肌肉力量和能力非常好的锻炼方法 具体练习方法是,背靠墙,双足分开,与肩同宽,双膝逐渐向前伸,和身体重心之间形成一定距离 此时身体已经呈现出下蹲的姿势,大腿和小腿之间的夹角不要小于90度 一般每次蹲到无法坚持为一次结束,休息一到二分钟,然后重复进行 每天三到六次为宜 需要注意的是,蹲的时候,最好再不引起明显疼痛的角度进行,否则会加重损伤 临睡觉之前做,最有效 每天三到五分钟,休息三十秒,做十分钟 慢慢时长可以增加 一,你注意到,坚持一分钟的时候开始变酸 二,坚持两分钟的时候,膝关结酸的忍受不住 三坚持到三到五分钟的时候,就开始发抖 但是膝关节开始变热了 变酸变胀变热,这个过程就是给你的膝关节开始注入了膝关节液的全过程 这膝关节液体就是缓解关节疼痛的润滑液 每天这样做的时候,就是给关节注入关节液体 特别提醒 当你坚持这个动作坚持三五分钟,之后休息三十秒 这样一共做五分钟,这样你的膝关节会有大量的关节液进去 记住,这样做有两个好处 一,润滑关节 关节液体液进到关节腔可以润滑关节 走路就不痛了,上下楼梯就顺了 二,修复关节 膝关节 膝关节这地方血管很少,它疼一般都是受损了,积水了,不会淤血 物理疗法很简单,就是拍打膝盖 为何简单的拍打膝盖能够帮助膝盖软骨重生呢? 因为膝盖软骨损伤,常见原因多是由于气血不通 不活络顺畅,风寒淤阻等而治 就像都市里的下水道使用久了,淤色了,不通了 所有之要打通膝盖周围的气血,就可帮助膝盖软骨重生 而拍打膝盖是一种大道治茧的方法 具体拍打方法如下 使用手掌拍打膝盖的外侧,内侧各两分钟 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拍打膝盖 它可以同时调节大腿上外侧的胆筋、胃筋 以及内侧的皮筋、肝筋和肾筋 拍打后吸窝的部位两分钟,可以活落膀胱筋 搓揉膝盖两分钟 最后跪膝两分钟 大凡有膝盖关节虚损,僵硬、活动受限的患者 以上的方法对你均有帮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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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